或是散户持續買進 但是企業內部人持續出售股票 都是值得注意的信號 大家好 本週股市再創新高 標普500創下了2019年以來 最佳的第一季表現 我們上週談到 目前的技術分析來看 並沒有太不利的信號 本週依然成立 不過我們今天可以分享幾個 投資人過度有信心的有趣現象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到調查中 從2022年以來 相信未來股價會上漲的比例持續增加 但認為未來會有更多工作機會的比例去下降 顯示民眾對股市或是金融市場充滿了信心 但卻並不看好未來的實體經濟 另外隨著AI的熱潮 費城半導體指數相對於標普500 已經超越了2000年.com bubble的高點 但同時科技業內部人出售股票 卻也來到了3年以來的高點 顯示雖然散戶持續對科技股抱有信心 但隨著股價上漲 科技業的內部人持續在出售股票 總之 隨著標普500的估值持續上升 未來的潛在報酬相對於可能的風險會更不理想 雖然目前在技術上面並沒有太不利的信號 但是不論是投資人對股市或者是實體精細出現背離 或是散戶持續買進 但是企業內部人持續出售股票都是值得注意的信號 本週另一個重要的新聞是巴爾迪摩港口因為事故而關閉 巴爾迪摩是全美第11大港口 去年的貨物轉運金額達到800億美元 特別是在汽車進出口以及煤礦出口上有重要的地位 目前看來雖然有產業人士評估該港口能夠在今年重啟的機率不大 但是巴爾迪摩只佔了全美進口的3% 再加上貨物可以由其他的東岸港口轉運 雖然有可能造成貨運的延遲以及運費成本的增加 特別是汽車以及民生消費產品 但影響應該有限 總之值得注意 但是以目前的分析看來 影響主要集中在周邊地區 對全國的影響應該有限 以上是我們本週的節目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